12年到未來要實施國中教育會客 在今年五月分來基盤、分兩天 和國民、英文、所學、主任、社會和主民 但是本來教育部和學生要 甚至分成精神、基礎和代價共三級 但是因為有部分各中任務 無法來分別學生要的行動 建議該分成五點 引起教育團體強烈反對 教育部原本幾個月 國中教育會客目的 是要了解學生的還是從方 和進行補求教育 嚴肯當十幾個很辛苦 變成立加教育必須三出的操案 都確定要比學校 甚至就變得很重要 有部分變成股東任務 現在幾個月正式基礎需要家庭 只有三點無法抗爬核心的程度 而無法抗爬核心 所以建議該做五點 部長我問你個人認為 三等份好還是五等份好 好像回復到基策 我會優先考量用三等份 你個人認為哪一個比較好嗎 優先考量用三等份 我想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態度 也很明確 現在國務部外單 台書台神社長是沒有研究結果 才會做出最好決定 不過全國會不會平 那是真正為三點 該做五點 這就是建設背信 大家都採了以後 你還要被變成五等地 這個就是政策背信 你希望大家能夠 慢慢的減緩壓力 結果你自己在做精細切割 那這個是一個對 十年國家最基本的認識 的一個背叛 背叛緩壓力 到底是要分三等 還是五等 尚近四月二五 國務部大型水面會 應該就結構 國中國務回庫 確定在年五月正行 分兩天 各文英文 総合資源 小規格下集七間 而且庫切內容 要不拜託加這份 到底 記者總和度等